环球网军事1月2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1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新闻办当日发布消息称,以军夜间轰炸叙利亚期间,曾与俄罗斯同行进行沟通。 以色列国防军消息称,避免冲突的机制正发挥作用。 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制。 昨晚它也被启用。 以色列军队,今天凌晨袭击了叙利亚的伊朗军火库,和多处对实施轰炸任务的飞机开火的防空阵地。 军方称,空袭是对戈兰高地,日前遭受火箭的袭击事件的报复。 俄罗斯国防国家指挥中心,21日发布消息称, 以色列空军周一,凌晨从西、西南和南部方向,对叙利亚领土实施了三次空袭。 造成叙利亚军队四死六伤。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环球网报道记者昨天,今日俄罗斯,RT,消息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17日表示,以色列正在研制能打击中东地区任何地方的攻击性导弹,并准备发射微型卫星。 当地时间,周一17日,内塔尼亚湖在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发表讲话。 他说,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正在积极研发攻击性导弹,以及具备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能力的武器。 内塔尼亚湖表示,该导弹将能击中本地区任何地点,任何目标。 这是对以色列所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进攻力量。 此外,以色列还计划通过发射微型卫星,来扩大其太空据点。 内塔尼亚湖称,太空是以色列正在踏入的巨大领域。 二剔称,整个中东局势依然紧张。 过去的一年里,以色列一再袭击邻国叙利亚,并宣称叙利亚有伊朗势力渗入军队存在。 其中一次袭击,致使俄军机被蓄防空系统击落。 15名俄罗斯军人遇难。 当地时间,周一17日,内塔尼亚湖在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发表讲话。 他说,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正在积极研发攻击性导弹,以及具备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能力的武器。 内塔尼亚湖表示,该导弹将能击中本地区任何地点、任何目标。 这是对以色列所有领域,都非常重要的进攻力量。 此外,以色列还计划通过发射微型卫星,来扩大其太空据点。 内塔尼亚湖称,太空是以色列正在踏入的巨大领域。 二替称,整个中东局势依然紧张。 过去的一年里,以色列一再袭击邻国叙利亚,并宣称叙利亚有伊朗势力渗入军队存在。 其中一次袭击,致使俄军机被续防空系统击落。 15名俄罗斯军人遇难。 At Sevilla Deadpost,7,531, 环球网报道记者赵衍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8日获得的新图像显示, 伊朗正准备向太空发射一颗摇杆卫星。 CNN称, 这一最新迹象表明, 尽管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麦克·普比尔最近发出警告, 但伊朗仍在推进计划中的任务。 报道称, 蒙特雷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所Middleber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人员称, 1月4日、6日和7日拍摄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显示, 伊马姆霍梅尼太空中心I Manco Manus Space Center的活动 与此前在2017年发射之前采取的步骤一致。 该报道还称, 没有迹象表明, 这次发射是为了军事用途。 尽管蓬佩奥认为, 这次发射的运载火箭, 包含了弹道导弹所使用的技术。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 为了应对德国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即使补充部队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德国政府计划, 将从其他欧盟成员国招募技术兵种到德国服役, 但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对此反应表示冷淡。 据报道, 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挫恩表示, 解决部队专业技术人才, 招募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 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 是政府正在考虑的选项, 招募对象主要是部队短期的专业技术人员, 包括医生、信息技术专家等。 措恩强调, 在德国专业技术人员, 无法满足军队需要的情况下, 国防部队必须谋求新的措施, 解决技术兵种兵员问题。 报道称, 目前, 德国政府已经开始就从其他欧盟成员国招募技术兵问题, 与一些欧盟国家展开磋商, 但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对此反应表示冷淡。 据德国联邦国防部统计, 截至2018年底, 德国国防军共有现役事关18,2万人。 按计划到2025年, 德国国防军将扩充至20,3万人。 精英,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瓦, 12月13日称, 莫斯科与东京在进行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中, 因讨论安全问题, 要考虑到1960年苏联政府备忘录中, 向日本提出的有关美国军队撤出日本的要求。 关于此备忘录, 时间可追溯到1956年日本与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 宣言规定, 双方将尽快签订和平条约, 签约后, 苏联向日本移交争议岛屿中, 面积较小的瑟丹岛和池武珠岛。 1960年, 为抗议日美修改安保条约, 苏联政府签署对日备忘录, 提出有关1956年与日本达成协议的日苏共同宣言中, 移交池武岛和瑟丹岛仪式, 条件是所有外国军队, 从日本领土撤离, 日本政府当时称, 无法接受单方面变更1956年宣言内容的做法。 这是双方和平条约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之一。 11月14日, 俄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同意在1956年, 苏日联合宣言基础上加快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 随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澄清, 俄日商定义共同宣言, 为依据讨论领土争端, 不意味着俄方将向日方自动移交争议岛屿。 最近, 俄方就和平条约谈判, 提出了两项关切事项, 一是南千岛群岛移交给日本后, 美军部署的可能性, 二是日本在即将引进的美国陆基宙斯顿系统上, 搭载美国巡航导弹的可能性。 有分析认为, 此次俄搬出1960年对日备忘录, 是为了对日邦进行牵制, 共同社指出, 在美俄关系极度恶化的背景下, 俄方提出美日安保体制和驻日美军问题, 亦在对极与使谈判取得进展的日方加以签制。 此外, 俄罗斯与日本之所以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对领土问题的分歧。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苏联遗产, 有意遵循日苏共同宣言, 化解领土争端, 地结和平条约。 普京2001年已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约定, 俄方可以先移交色单岛和持五珠岛, 但分歧朗不久下野, 日方新政府转变立场, 要求归还南千岛群岛四个岛屿, 吉宅捉岛, 国后岛, 瑟丹岛和持五岛。 到目前为止, 日本官方依然持这一立场, 并将其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 俄方认为, 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 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2月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米兰出席欧安组织外长会议期间, 在记者会上称, 苏日联合宣言规定, 应先签署和平条约, 其他问题都要在这之后再谈。 签署俄日和平条约, 意味着承认二战结果, 也是两国谈领土争端等问题前所必须做的。 日方却认为, 在日方却认为,